螃蟹敲心虫是一種超級具有特色的敲心虫 大二相對較短,體型較寬,整體看起來非非短短的 性格也算穩定不敏感,實在非常可愛 今天就來介紹一下螃蟹敲的飼養吧 螃蟹敲心虫和之前介紹過的羅馬戰士敲心虫是同屬物種 乍看之下也有點類似,但其實兩者的特徵差異非常明顯 看看兩者的比較圖,應該不用我多說了吧 不過我還是要多說,呵呵 最明顯的差異是頭部頓撞吐氣 螃蟹敲是向前延伸,羅馬戰士是向後折 其餘如牙型、斑塊以及身體寬度都不太一樣 甚至連底色都有些差異 但不得不說,這兩種敲心虫都極有特色,各善盛長 不過今天的主角終於輪到螃蟹敲囉 螃蟹敲心虫原產於非洲克麥隆等地區 和羅馬戰士的產地也很相近 它的特徵是體色為淺黃到橘黃色 身體板塊邊緣有黑色輪廓線 有種奇妙的繪圖感 頭部有兩個黑色斑塊 而前胸背板則有二或四枚黑色斑塊 中間兩枚黑斑有些個體會很小,甚至淡化消失 頭部前緣有向前延伸的板狀突起 大鱷彎曲,有頓形內齒樹莓 相當具有特色 它的中文俗名的由來相當直觀 就是頭部看起來像是螃蟹一樣 或者從前端看也和螃蟹相當神似 螃蟹敲的比庫娃紀錄是58.5mm 2022年版 這個紀錄是在2004年所創下的 也就是說將近20年沒人突破紀錄啦 我在這裡添一塊磚,你各位加油啊 平心而論,我這批的肆域僅僅是潛藏而已 當初購買的幼蟲數量不多 我在去年底購入了一林幼蟲後 直接在原本的容器和墓穴中飼養了兩個禮拜左右 直到2023年1月11日 才換成我自製的發酵墓穴繼續飼養 這時候我先將幼蟲換到500cc的容器中 飼養環境是溫空在23度 大約養了三個月 我在4月12日第二次換墓穴 我將公蟲換到1.4公升的容器 母蟲則繼續用500cc的容器飼養 我接受到1.4公升的容器是我 建議了一個小飼養 加ivia說明 sexuality 女性 五 兔 然後我在7月20日 認為他們應該已經畫蛹或魚畫了 所以將三隻公蟲挖出來看看 沒錯,螃蟹鳹的幼蟲期僅有6-7個月 在此順便一提 螃蟹鳹的植服期長達半年以上 這正是繁殖螃蟹鳹最麻煩的地方了 哇嘞,第一隻公蟲化為烏有 哭 第二隻公蟲 誒,看到牠了 哇,這樣看真令人興奮啊 把牠抓出來 哦,挺大的感覺 好像剛雨化沒多久 先幫牠把大二上面的蛹皮親一下 哇,真的很漂亮耶 螃蟹鳹看起來實在非常鮮豔 造型也非常奇特 幫牠量一下體長 大約55mm,很不錯的體型哦 真的是超級可愛的敲心蟲 先把牠放到盒子 誒,弄不下來 哇,牠抓好緊啊 蟲蟲竟然有這種爪力 哎,又被抓住了 好了,終於放進去了 第三隻 哦,牠也羽化囉 體型看起來也還不錯 量看看 53mm 也很不錯哦 好啦,這就是這批螃蟹敲的私域成果了 別問我牡蟲怎麼沒拍 因為牡蟲之前開挖時沒拍到素材啦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觀眾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掰掰